桂桥村坐落于李渡镇的府河边 村里有三百多人 最近大家忙得热火朝天 他们在到处寻香 这里不仅有美食香 美酒香 还能用眼看得到香 从热锅里炒出来的糕点 为什么叫做冻米糕 他们为什么要挖泥巴 泥巴里面藏了什么宝贝 这里的豆腐为什么会是灰色的 本期乡土走进进行县里渡镇的桂桥村 跟着村里的老人一起去寻香 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 发生在江西省南昌市 近贤县里渡镇的桂桥村 主人公正是这些老人 最近他们忙得很 不光要打扫祖屋 还要到处寻香 这里的香指的是什么呢 是花的香味还是美食的香味 或者说是酒香 他们为什么在这段时间寻香呢 故事的开头还要从桂老爷子说起 您看看我周围的环境特别热闹 我现在是在李家渡赶集的地方 前段时间李家渡桂桥村的桂老爷子 跟我们联系 说让我们来闻香长香 他现在在哪 我们去找找他 走 你怎么选那么热闹的地方 我都怕找不着您 是嘛 今天都改 我赶紧买点菜的 我帮您拿着 好好好 这买的也不多呀 家里有 家里有 保证你吃香粉 李渡镇原来也叫做李家渡 是由符合上的一个渡口的名字来命名的 它是一座千年古镇 也是曾经的重要商部 南来北往的人很多 十分热闹 桂桥村离着赶集的地方不远 大概走了十几分钟 我们就来到了桂桥村的祠堂 这是什么 谢谢 谢谢 特别我们桂家呀 什么都是桂花 桂花 就是我们的这个家族的代表 对 我尝尝 好香 生活在桂桥村的人几乎都姓桂 桂花被他们视为家族的一个象征 每天村里的老人们都会到祠堂来聊天喝茶 村里大大小小的事也都是从这里商量出来的 现在村子里有多少人呢 我们全城啊 如果要算十有全城的我们有八百多人 但是现在在家的也就三百人 桂季全说 如今留在村里的大多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 中青年几乎都在外打工 很多人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家 所以村里的老人便会在过年前的一到两个月开始忙活着寻香 长香 找出最能代表家乡特色的 让在外打拼的亲人们回家的第一时间便尝到家乡的味道 就在老人们聊天的时候 村里稍微年轻一点的妇女们已经开始在祠堂的厨房里忙活了 桂花对于桂家来说有特别的意义 所以桂花糕是不能少的 将牢骚和煮好的大米饭倒入洗过的生米当中打成姜 之后再放入蒸屉中蒸熟撒上新鲜的桂花 桂花糕做起来比较简单 冻米糕就相对要复杂一些 桂青泉做冻米糕已经有三十年了 他的手艺是跟父亲学的 说起做冻米糕 他可是止不住的自豪 我们是有祖传的桂花香 我们是姓桂嘛 所以糖是桂花香的 因为你们姓桂 所以这个冻米糕都有这个祖传的桂花香味 独特的不同的味道 这个地方桂花跟那个地方桂花不同 但是我们这个桂花的特别香 特别浓 冻米糕又叫做冻米糖 是当地传统特色小吃 将糯米蒸熟晒干 再放入锅中翻炒 炒好的糯米就像被冻过的一样粒粒分明 之后再将碾碎的花生和芝麻倒进去活匀 接下来就是很重要的一步了 熬糖 在锅里依次放进麦芽糖 清水和白砂糖 为了提升香气和口感 桂清泉还特意在里面加了桂花 很多人围到了炒锅前 冻米糖是很多生活在桂桥村的人 儿时记忆中的味道 做冻米糕一定要抢时间 等糖熬得差不多了 要赶紧将冻米放进锅中翻炒 出锅以后还要赶紧放到木框里定型之后切开 桂清泉做起冻米糕来十分熟练 几十年的经验也使他练就了一项绝活 切下糖给你看 有单刀切糖 一刀手切糖 不用手扶 这是您的绝活 对对对 是吗 对 这个单手我看你怎么操作 您来一个试试 我可以试 单手 这就是您的绝活 对 这个糖不能粘大 切的还算是比较整齐 但是您看这一条就很粗 这边就很细 等一下我再搞一个给你看 再搞一个 单刀切糖看起来容易 想要切好还是有难度的 有人不服气也来尝试了一下 结果切的是大小不一 有人在看热闹 有人是在等着吃香喷喷的冻米糕 桂青泉做的冻米糕 是代表家乡味道的特色之一 等在外打拼的亲人们回家之后 这是必须要断上餐桌的 桂青泉是这次寻香的负责人 单单只有冻米糕肯定不行 他还要去继续寻香 我们这会儿不是来寻香的吗 为什么开始挖起了泥巴 每天清晨 大家伙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挖泥巴 别看这厚厚的一层泥巴 挖起来十分费劲 那是因为这泥巴下面 可是藏了宝贝 泥巴里能藏着什么宝贝呢 泥巴挖掉之后 再掀开塑料袋 这下面厚厚的一层 就是大家说的宝贝了 不过这看起来和泥巴 也没什么两样啊 怎么能算得上宝贝呢 蹲在这个酒窖边上啊 满鼻子里面都是那个酒香味 现在这是发了已经快一个小时了 看看 有那么深了 大哥 怎么样 在下面香不香 香 香 会不会醉啊 不可以 原来他们挖的像泥巴一样的 正是糟胚 每个酒窖池都要恒温发酵 二十八天以上 才可以将糟胚挖出 李渡烧酒作坊 已经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 早在元代 生活在李渡镇的人 就掌握了那样酒记忆 而每到过年宴请亲朋好友 酒也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 我们这会儿要寻的正是酒香 为什么要把这个酒 封在这个泥巴下面呢 因为那个酒 因为下面是酒坯 那个是我们经过发酵以后了 它会有这个酒菌度 有酒菌度了 我们必须要把它密封好 密封好了 所以它不会把那个酒跑掉去 起到这密封作用 密封作用 这个香味怎么样 好好香 贵叔好香 好香 拿我们的人说就是排第一 排第一的 这个酒香味是您最喜欢的吗 进来就有点那个感觉啊 醉了 出了酒窖池的糟胚 还要拿去和高粱大米拌在一起 这个看起来很大的蒸锅 叫做蒸 先在蒸里撒一层骨壳 之后向里面装五到十厘米厚 和好的糟胚 之后便可以盖上盖子蒸馏了 不过这时候我们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盖上盖子之前 为什么要把鸡蛋放进去呢 用水灌满水蜂槽 是为了起到更好的密封作用 一蒸大概要蒸上一个小时 最先蒸馏出来的这一桶 叫做酒头 一般是不要的 会见侠就在镇上的酒厂工作 每天身上都有一股浓郁的酒香 往年他都会存上几瓶好酒 专门等到亲戚好友 回家团圆的时候拿出来喝 今年也不例外 这个度好高呢 好高啊 这个酒有七十八度 有七十八度 太冲了 我就轻轻地 你觉得这个酒香香 抿了一口 就闻起来特别香 但是一喝下去 有点冲 太冲了 抿了一口 感觉就有一股暖流 从嘴巴里唰 直接下到胃里去了 这是我们家香酒 这是你们家香酒 开整之后 鸡蛋也蒸好了 桂建霞说 这酒香鸡蛋 也是不可多得的美味 我闻这个鸡蛋 你闻一下味道 闻一下 鸡蛋吗 有没有什么 酒的香味吗 对 吃起来以后就喝那个 有点像我们平常喝的 这种酒糟的味道 是啊 是酒糟味道 酒糟的 再加上鸡蛋的这个味道 刚蒸馏出来的原浆酒 度数太高 不适合直接饮用 桂建霞主要的工作 就是将原浆酒进行勾兑 最早 他的父亲也在酒厂上班 如今他和哥哥一起 继承了这项传统的工艺 在我的父亲在那里 有七子密的 都能喝一点酒吧 对于酒还是有点 深厚的感情 别人说是祖传男的 我们家喝酒祖传女的 传女不传男 她的男的呢 她现在有酒量大 咱们我们 女的 女孩子酒量大 那你们家下一代 有没有在做酒的这一段 这个我们下一代 目前还没有 就是我 我两兄妹 我两兄妹 小孩子 他要追随 追随潮流 这个我们这个工业啊 这个酿造业啊 这方面呢 可能比较辛苦一些 妹妹桂建霞负责品酒 对酒 而哥哥桂小平 则是负责存酒 桂建霞说 他们这里的酒 之所以香醇好喝 除了是手工酿造之外 还和一样东西有关 像墙上这么很脏 其实也是酒井 像这个缸啊 你知道不是很脏 你看得很脏 但我手摸下不是很脏 而且全部是那个微生物 酒君因为酒而存在 靠酒生长 而酒君的生长 对酒也起到生香 醇化老熟的作用 这才使热辣烈性的白酒 变得绵软醇香 桂纪犬没事儿 也会和村子里的老伙计们 一起喝喝酒 他说酒是情感的催化剂 好酒好酒啊 这就是我们桂家的好酒 糕点的香和美酒的香 都被我们寻觅到了 我们这次寻香 不仅仅只有糕点和美酒 还有香喷喷的菜肴 这其中的一些美味 长的地方和做法都比较特殊 滚下 好多好多好多 你们这是在采什么呢 苦度 树上掉下来的 我们采这个是干什么用啊 是苦度豆腐 豆腐 感激地家豆腐 打酒卖豆腐 这个是做豆腐的 打酒卖豆腐 酒和豆腐都是咱们这特色 和普通豆腐有什么区别呀 吃起来 那个这个就是有点色口 有点色口 哦 吃吃 哇 怎么叫苦度豆腐呢 做成的豆腐就是色口 这色口怎么能和美味相提并论呢 黄秋娥是贵继权的爱人 她的孩子也在外打工 她说 儿子最喜欢的 也是这苦猪豆腐 苦猪是苦猪树上结的果实 初冬时分 苦猪子从树上脱落 大家便会捡起来 拿回家做豆腐 哎呦 人家疼啊 哎呦 家疼 除了苦猪 他们吃的很多美味 都是自己采集的 柚子也不例外 不过这柚子看起来又轻又小 并没有熟透 黄秋娥说 果实酸涩也没有关系 他们是要用柚子皮来做菜 阿姨 您这现在做什么呀 做辣椒酱啊 做辣椒酱 江西是不是特别爱吃辣 是的 我们叫你好吃这个 我们这个都要吃啊 米灯都要吃 每个人都要吃辣椒酱 如果是这个煮面条啊 把点这个放在辣椒酱 放在面条上面特别好吃 早上吃西饭也吃这个辣椒酱啊 喝西饭都要配上这辣椒酱啊 这个好吃 这个米很好吃的 可以不可以啊 开胃 我尝尝 哎呦 喂 你感冲了 好辣啊 我要喝水 就是轻轻地 咬了一下 现在整个舌头都麻了 又香又辣的小米辣酱 是当地人餐桌上 必不可少的美味 黄秋娥今天要做的辣酱 是用来拌柚子皮的 辣酱做起来非常简单 将小米辣和大蒜分别剁碎 放在一起 之后再加上少许的姜末 加入盐 拌匀就可以了 好了 这边的柚子也包好了皮 露出了白色的部分 黄秋娥用来做菜的 正是这一部分 将它们切成薄片之后 还要反复地放入水中搓洗 差不多啊 差不多不哭 差不多 反复搓洗是为了去除 柚子皮本身的苦味 搓洗之后 还要放在热水里浸泡 等到将柚子皮泡软之后 便可以把水沥干 将辣椒酱倒进去搅拌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诀窍 就是放少许的糖 这样凉拌柚子皮 会变得更加鲜香味美 好吃 好不好吃 它是软的 吃了嘴里面绵绵的 有点像那种棉花 还是什么的口感 可能是柚子皮很多 而且这个苦中和了这个辣 所以吃起来 并没有像辣酱那么 没有 那个辣酱太辣了 但是它还有一点 这个柚子的 那个淡淡的清香味 但是真的是 很少能吃到 这样口感的一道菜 虽然还没有到过年时间 但是已经有外地的宗亲 来到桂桥村做客了 所以今天 大家就要提前摆上桌 香喷喷的宴席 平时招待客人 村里的老人便会主动赶到祠堂 帮着一起打下手 一来是图个热闹 二来是大家都把村里 大大小小的事 当做自己分内的事 苦猪果有着天然的苦味 采回来之后 是没有办法直接食用的 一般要在大缸里 泡上一段时间 之后将黑色的果皮去除 苦猪果的皮很是坚硬 包起来很不容易 好在人多 苦猪果一会儿就包得差不多了 之后还要拿去磨成浆 磨好的苦猪浆 倒进锅中 慢慢搅拌 等到变成粘稠状的时候 再盛出来倒上凉水 苦猪豆腐遇到凉水 会凝固成块 再浸泡上几个小时 让苦猪豆腐像海绵一样 吸饱水 就可以切块了 这就是我们做的苦猪豆腐 苦猪豆腐 现在是能吃的 能啊 能吃啊 你尝尝 我尝一下 现在是什么味道的 好吃吗 什么味啊 还是苦的 有点苦 名字也叫苦的 苦猪豆腐 虽然说它叫豆腐 但是和普通的豆腐比起来呢 不一样 它很黏 还有点像年糕的那种年 一开始吃下去 是一种凉凉的 感觉很甜 但是越吃它越苦 切好块的苦猪豆腐 还要再进行加工 用到的也是刚刚做好的辣酱 苦猪豆腐本身又苦又涩 倒入辣酱 既可以去掉苦涩味 也可以中和苦猪本身的寒性 桂桥村已经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 共有清代民居建筑二十一栋 虽然已经没有人居住了 但是桂季全说 很多在外打工的人 过年回家的第一件事 也是回到祖屋来看一看 这是他们曾经的家 也是他们的根 所以如今生活在桂桥村的老人们 自发组织了一个保护古村落的小组 每天都会来祖屋里巡逻打扫 老人们的年纪都比较大了 他们想保护古村 但是精力有限 经费也不足 他们只能每天加强巡护 把祖屋打扫得干净一些 如果想要更好的保护古村 那就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经费 这样桂桥古村就会一直保存下去 桂叔我看这上面有很多的钩子 这钩子干嘛用的 它是钓衣服 本来有一根床柱稿柱子的 完全有一个派杂把它挂上去 以前钓衣服就全部在这里 这个钩子就是挂篮子的 地下以前很多东西都摆不开 大家就空间利用 把这个东西都挂在上面 像这些都是挂一些小东西 搞到一条鱼啊 所以买到菜就挂在这里 毛就吃不到 岁月的痕迹爬满了墙头 但是留下的老物件也在展示着老祖宗们聪明的智慧 桂纪全说老祖宗当时就是凭借聪明才智 做起了下步毛笔等生意 才在桂桥村这个地方扎根下来 如今的桂家人也继承了老祖宗经商的头脑 很多人在外开始做起了生意 他们过年回来都会到祖屋祭拜祖先 也会到祖屋里寻香 不过这祖屋里的香不是闻的 而是用眼睛看的 我们桂桥桂家呢 就是以都有一个是桂 桂花 一个与香有关 那个我们的老祖宗它是天香 后来就是这些牌匾呢 都是根据那个香字 不桂字 都有这个观点 因为香吧 也是一个好的寓意 对对对 桂家的老祖宗认为 香气代表着福气 所以起名也都跟香气有关 大家把寻找美食美酒说成寻香 也是图个吉利 这会儿香喷喷的家宴也准备的差不多了 村里人举办宴席也会摆在祖屋前 这是大家不成文的传统习惯 介绍一下 这个是上海的 我们中心 从上海来的 对 你们之前认识吗 不认识 那是怎么联系上的 靠现在信息比较好 所以呢 我们追工学员跑到这里了 就是用网用手机联系上的 对的 第一次感觉如何 来到这 感觉到很震撼 以前我们没想到我们贵家 还有这么大的股材 这个酒是我们家乡酒 这个菜是我们家乡菜 尝尝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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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好 是家乡的 我们贵家的酒 虽然今天来的客人不是很多 但是组屋前的院子也被占了一大半 贵姬全说 这都不算什么 等到春节 整个院子都会坐满了人 到时候别提有多热闹了 说是寻乡 其实老人们寻找的也是当地的老传统 让回家过年的亲人们 可以想起儿时的回忆 感受到家的温暖 所以即使他们的岁数已经不小了 但是还愿意多做一些事情 为贵桥村多做一点贡献 新年将至备货忙 各种年货齐登场 有的年货冻起来 有的年货要现摘 我这里面有这个韭菜 芹菜 各种叶菜全有 一只年猪能做多样菜 家家户户 啥年猪是都得需要做这个菜 冰天雪地里也能捞出鱼来 还有这个呢 这家猪有四斤多啊 亲朋好友去一堂 再歌再舞迎新年 正月里来是新了 下期乡土 一起去伊兰县 看看人们过年背点啥 这一次 好